据说好少文成年后生活得很不好 因为生活惨淡 他也做起了直播 他的直播间里布置并不精美 甚至有些简陋 仅仅挂着一块简洁干净的白布 上面贴着几张纸 还是手写的好少文睡衣小卖布 屏幕前的好少文没有变帅 也没有变丑 和普通人一般无二 更是毫无欣慰可言 而选品大部分也是日常生活百货居多 均价不过百 适合普通消费者理性购物 想当年他和士小龙两个人的组合 一个古灵精怪 一个严肃认真给无数网友的童年带去了欢乐 作为8090后印象颇深的童星 大家一开始并不愿相信好少文也走到了今天 尤其是看到他和其他明星豪华直播间的强烈对比后 实在是有些心酸 三岁就出道的好少文 其实本可以攒下数额不小的片酬 但无奈被父母挥霍一空 如今只能为了生机更加耐力 可是从光芒四射的明星到普通人 真的就意味着他是失败了吗 也许在了解了他的前伴生后 你会发现 其实他的清醒值得很多人佩服 士小龙为什么从小就一身正气 那是因为人家是有真功夫的 因为出生于武术世家 所以不仅陈同山对他的要求异常严格 刚学会走路就被带去少林寺参禅拜佛 两岁拜师成为少林俗家弟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天凌晨四五点 他就会被强行从床上拉出来练功 拍孝林小子的时候 士小龙只有四岁 拍第一场戏 他就要飞檐走壁 被威亚吊在半空中 导演回忆当时士小龙很害怕 边跑边哭 眼泪都甩到导演身上 相比来说 站在他身边耍嘴皮子的郝绍文 要幸运很多 和在少林寺长大的是小龙 不同的是 出生在台湾的他 算得上是老太爷赏饭吃 三岁的时候 他便因为长相呆萌可爱 开设了一个果汁广告 在同龄人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郝绍文已经开始赚钱 其实一开始 郝绍文的父母 并不希望孩子太小就开始赚钱 也不抱有什么出人头地的奢望 于是推掉了不少广告邀约 但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注定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 宛如神仙打架 双周一城的盛事 打击了不少新生代导演的内心 朱延平就是其中一个 在香港发展了一段时间 朱延平始终名不见经传 只好回到台湾另寻机会 那个时候的他虽然手握新乌龙院的剧本 也拿到了投资 但却在为演员发愁 因为不管是香港还是台湾 俊男靓女一抓一大把 可亮眼的童星却少之又少 而且新乌龙院中 两个小角色的条件又非常苛刻 这让他焦头烂额 甚至有了放弃拍摄的想法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少林寺发现了小龙 紧接着四岁的郝绍文又出现在他面前 1994年 《孝林小子2》 新乌龙院横空出世 这部集结了吴梦达 杨子琼 郑少秋等众多大牌明星的电影 却火了是小龙和郝绍文 拍摄时 郝绍文根本不需要表演 圆圆的脸蛋上 配上一副小墨镜 光靠建盟的小表情 就能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就算是因为一些事情 在台上嚎啕大哭 但只要一看到摄像机 就立马又变成天真无邪的小屁孩样 长相讨喜 郝绍文演起鬼马诙谐的搞笑小和尚来 可谓是得心应手 就这样是小龙功夫小和尚 和郝绍文臭屁文的形象深入人心 两个人成为了许多观众心目当中的童心经典 至今都难有人超越 当然在理智的成年人 在金钱的诱惑面前都难以保证不为所动 郝绍文的父母 不久后便让儿子修学专制拍戏 小小年纪 他就开始在剧组之间辗转 最好的朋友大概就是是小龙了 但没想到多年后 还是和对方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新乌龙院之后 两人继续和导演朱颜平合作 并远赴香港拍摄了旋风小子 臭屁王师兄弟等众多作品 2000年之前 郝绍文在迎评的号召力达到了顶峰 据说片酬一度超过千万 早早就为家里攒下了不小的积蓄 后来他也回忆说 自己当时赚的钱都花不过来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03年 看着儿子拍戏这几年如此辛苦 妈妈突然开始反省自己 或许不应该剥夺儿子读书 和自己选择人生的权利 于是在13岁这年 郝绍文在巅峰时 急流涌退 重返校园 虽然晚了一些 但郝绍文彻底和演艺圈隔绝后 还是享受到了普通孩子的校园时光 荧幕上的他虽然调皮捣蛋 但是在母亲面前 他却非常乖巧 对曾经的经历没有丝毫留恋 一门心思都放在了读书和学习上 小学时还考出了三门功课 总分299分的好成绩 但遗憾的是 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 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在郝绍文埋头苦学的时候 父母也沉浸在了投资里 可老板哪有那么容易当 由于没有经验和经商头脑 没过多久靠儿子多年积攒的片酬就见了底 到了郝绍文上高中的时候 家里不仅积蓄赔光还债务缠身 母亲更是因此患上抑郁症 从巅峰跌落到谷底 郝绍文没有埋怨 谁反而表现得十分懂事 读高中期间 他半工半读 社会上凡是不需要任何技巧的工作 他都做过 在房地产公司兼职做销售 在餐厅洗碗洗到双手褪皮流血 凌晨时分还在走街串巷 挨家挨户赛传单 各种五花八门的兼职 他都有过尝试 考上大学后 郝绍文选择了 和演戏完全没有关系的运输管理学系 但是他的求学之路并不顺畅 也许是打工占用了他太多精力 四年的大学 他读了六年 最后还因为学分不够无法毕业 有媒体拍到他的打工照 大家纷纷认出 这就是落魄同心郝绍文 之后 他的事情被媒体扒出来 大肆宣扬 用颓废普通来形容他 看客们欣赏同情 更多的是指指点点 落井下石 可是实际上他真的有那么惨吗 从明星到普通人 这难道真就意味着他的失败吗 父母的确经营不善 导致了家庭经济状况下滑 但初衷也是为了 不想让郝绍文的生活 和之前有太大落差 难道是谁允许一个人的人生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了吗 小时候 只要有人对郝绍文说 你很有名之类的话 妈妈就会阻拦 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说这种事 这不是他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概念 虽然在物质条件上 父母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在教育上 却从来没有缺席 也因此 尽管郝绍文四处打工 也没有任何怨言 也没有因为外界的嘲笑 而自暴自弃 我打工不偷不强 这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我没有比一般人高贵 通过自己的努力 有饭可以吃 这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三岁出道如今变普通人 落魄同心郝绍文的经历 远比你想得更励志 多年后上节目 被人问到 当年赚得千万身价都去哪了 他都会淡定地回复 别讲了 妈妈听了会难过 本以为上了大学郝绍文 终于可以为未来做打算 毕业后 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 平平淡淡地过一生 但意外总是出现的不是时候 大二那年 郝绍文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面的话 让他难以接受 父亲意外出了车祸 家庭再度陷入困境 无奈的郝绍文 还是决定休学去挣钱 据说香港机会多酬劳高 经过再三考虑后 郝绍文还是决定休学之身 前往香港 一天正在寿司店打工的郝绍文 被一个从前一起拍戏的朋友认出来 经过一番交谈后 19岁这年他决定复出 但童星的高峰期 通常就那么几年 此时的娱乐圈 也和当初90年代不同 是个流量当道的时代 此时和他同时出道的是小龙 已经是大陆经验丰富的演员了 虽然算不上大红大紫 但是也有了少年包青天 九岁县太爷 水月洞天等多部经典作品 两个人之间的差距 不再只是两岁的年龄 过别多年郝绍文 童年时期的成就 早已经随着观众的更新 而被遗忘 没有帅气的外形 他更加难以重回曾经的巅峰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那个暗恋沈嘉宜的男生 是近年来 大家对他最深的节点 在《至青春》里 他给当红流量新星作配 这是人家的第四部电影 却是郝绍文的第29部 虽然参加了一些真人秀节目 但还是没能赶得上时代的东风 专研已经三十多岁 是小龙恋爱分手 郝绍文却依旧截然一身 但这似乎并不代表 他就是失败的 人生的高低差 原本就是常态 因为他曾被所有人关注 所以他的人生 更容易被放大和专注 虽然没了童心光环 但他没有卖惨 没有卖情怀 更没有一点负面新闻 他也试过减肥变形难 朝着流量的道路试试看 但是没有成功 最终只能释怀 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跟随时代的脚步 郝绍文也加入了直播的行列当中 但没想到 却因为简陋再次走红 虽然全程只有他一个人 布置也简陋得出奇 没有精彩戏份 没有套路 过程当中 郝绍文的说话方式非常有节奏 不快不卖声音也很好听 相比于其他明星 一大群人把嗓门扯得很高 一直保持微笑的郝绍文 算是一股清流 甚至在前不久 还登上了卖货榜单的第一名 可是即便如此 依然有不少人在评论区奚落他 好好的一个童星出身 混成直播带货往红脸 看到这样的评论后 郝绍文有些哽咽地说 我不偷不强 靠自己双手卖货 有什么不对吗 仔细想想 他说的没什么毛病 不能因为你看不起一个职业 就阻止别人去努力 人们总以为 眼见一切极为真相 看到他疲惫的一面 就以为郝绍文过得不堪 看他事业不济 就认定他放弃了自我 并且深信不疑 加以嘲笑 却没人问过郝绍文经历了怎样的负重前行 作为一个曾经宏极意识的公众人物 高峰固然美丽 但懂得如何经历低谷 同样是令人值得学习的表现